在主共九十多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耶稣的十个门徒 除了这个老约翰 约翰跟随耶稣的时候 还是一个年轻小伙子 这个时候已经是九十多岁的老人家 十个门徒里面只剩下他一个 其他都是因为不应的缘故 摆上自己的生命了 牺牲了 寻到了 然后呢 在这个时候呢 罗马皇帝就大规模的比较教会 杀的杀 抓的抓 充公财产的充公财产 然后这个老约翰 哎呀 不用怎样对付你了 九十多岁的老人家 再过几年你自己也会拜拜的 就把他抓了 放逐在这个雅西亚 就是今天的土耳其 案外一个叫巴默的 一个荒岛那里 各位 我们说了 看起来教会好像是非常的无能 看起来教会在这个强大的罗马的帝国的势力 当然背后是撒旦的势力之下 看得好像连反抗的力量都没有 好像就是这个任人家摆布 任人家处置 任人家要杀就杀 要放就放 要侮辱就侮辱的一个样子的时候 主耶稣 以一个复活的形象 以一个荣耀的形象 像这个在巴默岛 这个的雅海来写箭 除了像他写箭之外 告诉他 死亡跟硬剑的钥匙在我的手中呢 是我掌管的 是我做主权的 不是那个罗马皇帝 不是撒旦看起来那个很强大的力量 是我这个复活的耶稣 除了像这个约翰来写箭之外呢 他也吩咐约翰 你要把你现在所看到的 还有接着下来 我要启示给你的写信 给当时这几个教会 这个就是启示录契教会的一个背景 然后呢 我们是从与福所 四年啊 上一次是别加摩 现在我们来到第四个城市 城市里面有一个小教会 来到推药 推药这个的 各位 在启示录第二章到第三章 这七间的教会 所处的这七个的城市当中呢 推药推拉城呢 是最不重要的一个 但是我们很奇怪 刚才不是说话 这七个书信 在当中 推药推拉的是最长的吗 但是原来 在世人的眼中呢 它是一个最不重要的一个的城市 这个城市是为别人而活的 什么意思呢 在古代 就是罗马时代 再古一点的 在当时那个的地方呢 是叫做别加摩王国 别加摩王国 古明世纪就用别加摩这个的地方作为它的首都 后来被罗马征服之后呢 别加摩还是依然是当时最高的总度所驻扎的一个的地方 如果你大概还记得别加摩呢 就是处在一个小山上 我给大家看过照片哈 我们今天要去的时候 我们要坐满车上去 就是在高山上 然后这是一个政治中心 是一个总度 或者是别加摩王国 那个国王在的一个地方 而这个推药推拉城呢 它是为了别加摩 这个的城市而活的 怎么说呢 原来别加摩是在一个山上 其他的地方周围呢 都是平原 这个的推药推拉 就是在平原的一个的城市 它的任务是什么 它的任务呢 就是当敌军要来攻打这个的王国 或者是这个省份最高的总度所在的地方 别加摩的时候 这个推药推拉城是成为一个防守的一个的城市 它的任务只有一个 就是尽量拖延 尽量抵挡这些的敌军 然后拖延直到别加摩的那个的军队 那个的资源来到 它的任务只有一个 就是保护这个的别加摩 而且我们也发现 这个推药推拉城市呢 不是什么重要的 敬拜罗马王地的一个的中心 所以呢 也没有一些很大规模的 逼迫在这个的地方 无论如何 这个别加摩 这个的推拉推拉 它有一些它独特的地方 就是呢 因为它处在一个的平原 它处在一个平原 四面八方的交通呢 是非常的发达 今天我们来到的时候 特别是来到这里 看到这些 两千年来还留下来的这些的柱子的时候 我们的导游 他是一个考古学家 他告诉我们 这个就是你们亲的啊 你们Chinese 你们说的丝绸之路 所经过的地方 各位你知道丝绸之路吗 丝绸之路啊 从长安就是今天的西安啊 开始哇 经过等等的 然后经过土耳其 然后去到楼门 他说这个就是丝绸之路 经过的地方 我们大概就可以想象 哎 它交通四方啊 四通八达 在和平的时候呢 一定是成为一个的 很重要的一个的商业中心 做生意啊 有隔方面 因为交通的这个的方便 做生意就非常的一个的方便 我们在那边今天呢 就发现 考古学家把一些的石碑啊 石头挖出来的时候 就发现呢 这些的石碑上面呢 特做有隔行隔夜的这个的石碑 比如说卖布的 比如说做布酱的 比如说是做这个 买卖肉肉啊 或者是蔬菜的隔行隔夜 然后呢 在这些石碑当中 或者留下来有些 甚至还有当时那个的名字 那个什么什么 上会主席的名字啊 和年和月和日等等啊 我们再一次的确定 这个的地方 推雅推拉 在当时是一个商业活动 非常发达的一个的地方 里面的教会又如何呢 如果我们的教会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面 又如何呢 我们先来看看耶稣对这个教会的称赞 我们就大概可以知道这个教会的里面所他们所有所所进行的一些的活动啊 一些的事工啊 我们大概也知道他的一些属灵的状态 主的称赞是什么 在第十九节 主称赞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的爱心 你的信心 你的群劳 你的忍耐 还有你做很多很多的好事 是我很喜悦的 这个的善事 而且呢 你现在做的比你以前做的更多啊 各位 如果你是这个教会的一分子 你是这个教会里面的会友 啊 你听到主耶稣这样的一个称赞 真的是心里面 啊 又安慰 又兴奋 啊 又引以为荣 哎 我的教会正是一个好教会 当我们看耶稣 对这个推啊推啦 的称赞的时候 如果我们以数量来算 啊 行为 一个好行为 第二个 爱心 第三个信心如死 累退 我们发现在 启示录七教会的书信里面呢 耶稣给推啊推啦教会的称赞呢 是最多的 你看以弗所教会有的 比如说以弗所教会 好 耶稣称赞他 在第二章第一节 一开始 那边 主耶稣称赞以弗所教会 你有好行为 你很群立很群劳 你有忍耐 他们也有啊 但是他们有的呢 连以弗所这个大城市里面 古迹 这个大城市里面的 教会也应该是相当大规模的 这个推啊推拉城 教会里面 有的呢 以弗所教会 有 但是呢 以弗所教会有的呢 所有的呢 这个推啊推啊推啊城都有 但是推啊推啊城 教会其他的一些 这个以弗所这么大的一个教会 都没有 耶稣还说啊 耶稣说你们不单止一直持守啊 我们想起以弗所教会 啊 是很多的师父 但是我们曾经讲过了 耶稣责备他 你把起初的安心丢掉了 但是推啊推啊 教会没有啊 他们审真做的比以前做的更多啊 对一间小教会来说呢 这真是难得 把这个以弗所教会 放下来看 就把它抵下去 但是呢 耶稣也有 对这个教会的一些的 折备 少是严厉一点 一些的审判 在第二十节 啊 二十五节 耶稣这么说 男的 有一件事 我要折备你 哎呀听到这边我们就写了啊 是啊 比如说啊 你的孩子哈 啊 做做孩子 哇 妈妈一直称赞你 哇好啊呢 但是 哇 就写了啊 哇 你很好啊 你很坏啊 你很平啊 但是 就就就写了嘛 这个情况也发生在这边啊 主说什么啊 男人有一件事 我要责备你啊 就是你容许他 自称是限制 假限制 的一个妇人呢 也许别教导我的仆人呢 引诱他们行奸营 吃偶像之物 各位我们看 在这个书信里面呢 耶稣怎么样称呼他自己呢 圣经学家去研究的时候发现呢 耶稣在七个书信里面 他怎么样称呼自己呢 是针对八个教会的出景来讲 在这边耶稣说 我是那眼目如火焰 哇 什么东西都看得非常的通透 我的脚像光明的铜啊 我是以三帝的儿子的身份啊 这边呢是特别强调主耶稣是以三帝儿子的身份 以他那个无所不知 监察人性的那个的洞察力 还有那个永不动摇的真理啊 那个 如同 观念过的 那个铜啊 的脚啊 这样的一个标准呢 来做出对费尔特拉教会的一个的评论 严格一点 准备 再严格一点 一个的心 我们就看到了耶稣 他除了指出这个教会的优点 他同时也没有忽略他们的一个的诠释 哎呀我们刚才都讲了 写了啊已经 我们会说哎呀 没关系啦 relax不要紧张 主耶稣称赞这么多 最多的 再七个教会你 才整个一样完了吗 哎呀耶稣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挑剔 我既然都这么好了 只有一样 只有一样 好像一样完了吗 哎 你自己就说到有一件事 我要整个你 但是这件事大到一个地步呢 可以把前面所做的好事 所做的好行为 所做的辜处 所做的施工 所做的全顾的 将会里面的活动 都可以完全的规划 从第二十节到二十五节 我们看吧 如果有一些 虽然只有一样东西 我们去复略它的话 恐怕就带来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的后果 我们就看到一间这么兴旺 这么多施工 这么多好行为的这样的一个教会 一个得到主最多称赞的教会 竟然也是一个惹主最生气的一个的教会 他遭受到 在七个书信里面 主耶稣对他的责备 整个宣告的这个审判 是最厉害的 是最厉害的 可以啊 这个教会到底副略了什么呢 以至于主 不会因为他们做了这么多 哎呀 可以这样 可以这样 为什么主 他们做了这么多的好的 主却不可以网看一面 哎呀这个就算了啦 哎呀你做了十件好事 这个一件不好的事 还有几件好事啦 Mathematic 简单的算一换 为什么 耶稣啊 你不可以网看一面呢 为什么耶稣啊你的语气 稍微晚和一点啊 和善一点啊 耶稣啊 你讲话可不可以客气一点啊 就好像这个已经显了的这个的孩子了 妈咪啊 爹地啊 你都称赞我做的这么好了 你可不可以 就是 稍微晚转一点啊 你可不可以稍微 啊 哎肯定我 不要 这个就算了啦 但是不能啊 原来在退啊退到教会里面 在他这么忙碌的事工里面 还有当时他处在 这样的一个 城市当中的大环境的影响之下呢 原来他们最大的一个疏忽呢 就是让这个假先知出现 他叫假教师 这个假先知假教师 就在教会里面教导一种的错误的真理 所谓错误的真理 是是而非 这些是是而非呢 就是听起来很有道理的 头头是道的 但是进不起很严格的 圣经的标准的一个人批判 他这个的假教师 假先知所教的东西呢 已经进入教会里面 已经动摇 或者这服食 教会作为宣扬真理的这个的身份 作为一个灯塔指引方向的这个的功能 跟身份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各位在刚才我们提到的 费亚费拉城一个的特事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城市里面 有许多隔行隔夜非常活跃的商业工会 这些工会成立的目的 是什么呢 主要当然就是 哎我们都是同行 我们要组合在一起 我们要团结在一起 然后为我们这个行业 争取最大的利益 非常像我们比如说什么 新新新黄的黄寺工会啊 新菜的菜寺工会啊 或者是富州人工会啊 物件工会啊 或者各汉各业都有来 我们做医生的也有啊 医生工会啊 亚裔工会啊 工程师也有啊 等等啊 都是哎 都是照顾我们的 我们的一个的利益 啊我们团结就有利了 而且呢在当时 跟我们今天不一样的是什么呢 在当时呢 如果你要做生意啊 你是一个工匠 你要接工程project啊 你必须要来到这个的工会里面 你必须要有这样的collection 这样的人类关系 你不可以离开这个工会 私自去接受借你的生意的 而且在当时呢 各汉各业 每一个的行业呢 都有拜一个他们的偶像 做医生的拜这个医生 做工匠的拜这个工匠神 各汉各业都有他们的神 都有他们的庙 都有他们的庙 而这些 各些这些的商业工会啊 他们开会 他们谈生意 他们连移是在哪里 在偶像的庙里面 因此在偶像的庙里面 是偶像 击败过偶像的这些的使徒 然后谈生意 有一点点像啊 今天那些不正经的谈生意啊 去所谓的carlo can 吃吃喝喝花天酒地啊等等 当时也是这样 好哎哎吃了啊 喝酒啊 完了啊 大吃大喝 接受下来所谓的女性节目是什么 发生淫漫的事情 这个就是淫乱或者淫行 这几个字啊 一直出现在这段经文里面 当然这个的淫乱或者淫行 有两个的意思 一个的意思 如果用在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里面 就是我们离开上帝去拜偶像 这个好像就翻了在婚姻里面的 那个的淫乱 有了第三者啊 哎有啊 上帝用这样的一个的比喻啊 在和西亚书 好用在字面直接的解释 就是就是发生跟啊 太太或者丈夫以外的人 发生这个的 男女的关系淫乱 哎这里呢 这个野喜别 就教导这些的东西 表面看来啊 哎 这个是哪一个商业啊 一个所谓很自然的一个的发展吗 但是呢 基督徒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基督徒工匠 你是一个基督徒买卖做买卖 互物料的生意的 你要谈生意 你要借生意 去到庙里面 偶像的庙里面 然后就要 你为了跟别人保持关系友好啊 要社交一下啊 要很好的社交一下啊 喝酒啊 吃这个偶像击败的 击败过偶像的食物啊等等啊 过后呢 哎真的呢大老板就是 也可能是你 啊 potential的customer 啊 哎 这里一二三四五六九八 选一个 带去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 你不知道 就算了 不要知道 当时是这样的 哦 在这些的基督徒 感觉到很为难啊 我怎么样可以过这样的一个犯罪呢 我怎么样可以吃 拜偶像的这些的基督呢 我怎么样可以发生淫妄的关系呢 我从这连他脚进去这么偶像的庙都不应该啊 啊 现在有一个圣经称他为也喜别的女假先知出现来 在这边呢 在这边呢 就提到一个自身是先知的一个的妇人 这里用也喜别来形容他 当然这个不是他当时那个真正的名字 也喜别 也喜别是旧院里面 一个很坏的王帝 以色列王叫雅哈的 他一个很坏的老婆 你说 ok啊 没有吧 一个坏的老婆 加上一个坏的老婆 带来当时以色列国一个属灵上 宗教上 道德上 最黑暗的一个的事情 而这个也喜别呢 就成为后来称那些凡事很邪恶 带领人离开上帝 抵挡上帝的 就称他为也喜别 我在讲一个例子 你大概可以想起谁是也喜别 就是那个以利亚先知 跟四百个 四百五十个 假先知 巴黎先知斗的 哎 背后就是那个也喜别 他斗赢了啊 因为上帝把真神啊 巴黎是假的嘛 当时的也喜别说 我今天就要你的名追上他 就是这个也喜别 好 来到新月呢 就用了这样的一个背景呢 来形容当时这样的一个 很邪恶的一个的女人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 这个女人呢 身心错 就像就业的那个也喜别 他在主的教会里面呢 对教会 对基督徒的声音呢 造成一个非常非常 严重的破坏 他在教会里面 鼓吹呢 世俗和犯众 ok的 去偶像的庙里面 ok的 是偶像 祭拜过偶像的食物 ok 跟别的女人 她是发现你自我自卖吗 ok的 哎呀 你要为你的钱到脚着想 哎 你要为你的太太 你其实是做 对你太太好啊 因为你赚钱 你其实是对你的孩子好啊 你要养他们啊 公司教学 ok的 那这个也喜别 就是在教会里面 教导他们 不然你怎么活下去 对处在两难之间 本来已经 两难之间 我到底 我作为一个 我要去奉会那边呢 还是我不 要坚持我基督徒的原则 跟身份 在这样的两难之间呢 那也喜别这个假先知 所教导的东西呢 还真的打开一个方便之门呢 原来 鱼跟熊掌 可以两个都得到 既可以继续做基督徒 享受 主给我们的救恩 又可以继续在 在世俗里面 向世俗妥协 我们可以继续 才能滚滚啊 我们继续可以享受 追踪之热啊 刚才所讲的这些 都是假的 都是这个 也喜别所教的 其实呢 历代的信徒 一直到我们 一样的 我们就会在 我们这个现实的生活里 我们同样就是 面对一个的问题 一个的挑战就是呢 在冲击着我们 作为基督徒的身份 我们作为一个 发光作严的这个的 功能呢 是什么呢 在信仰 跟现实的生活 的章力里面 各位 我们的底线 在哪 我们的 borderline 在哪 也许我们有很多的理由啊 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啊 我不做 大把人做的 我不做 谁谁谁谁 谁给我吃饭 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嘛 各位 那我们真的以为 我们可以左右逢圆的时候呢 请认真仔细 读一读 第21节到23节 好 我就再读 第21节到23节 主 主这么说 我曾给他 悔改的机会 他却不肯 悔改他的运行 我在说啦 这个运行 两方面 一个就是 带有人 离开上帝 第二个就是 真正发生疑患的事情 看啊 我要叫他 并获再传 来 审判来了 那些与他行营的人 就是跟他同伙啦 看啊 那些与他 行营的人 若不悔改所行的 我也要叫他们 同受大患难 我要杀死他的党内 叫宗教会知道 我是那岔岔的人 对我信者 不要以为 人不知 鬼不觉 不要以为 我不讲 我不讲 那个跟我上床的女人不讲 就没有人知道 耶稣说 我是看人 背骨 心肠的人 各位 这三节的经文 21 22 23 是这几分信里面 最严厉 最严厉的什么事 我在强调 其实是圣经强调 耶稣不会因为我们做了很多好事 耶稣不会因为我们 哇 在教会里面担任很多的事 做了很多大家都称赞的事情 和放过我们一样 犯罪的事情 没有错 我们的确是在江湖里面 因为我们信的耶稣 主没有立刻把我们接回去 继续把我们放在江湖里面 没有错 现实生活当中 因为现在是一个不完整的世界 不单只是不完整 是一个罪恶的世界 耶稣还没有来嘛 所以我们日切很多意思 在这样的一个罪恶世界里面 总有许多的事物 人 跟我们的信仰呢 我们的本质呢 价值呢 是各个不入的 我们要问的就是 主把在江湖当中的我们 选招出来 把你选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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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合在一起 成为我们今天 大家都在一起 这个教会 主把我们在江湖不同的地方 聚集在一起 成为江湖里面的一个的教会 主要我们做些什么 主要这个教会 扮演什么角色 主要我们 在我们的家庭 学校 职场 扮演什么角色 其实只有一个 主要我们在江湖里面 扮演的角色 就是宣扬这个人真理 扮演一个宣扬真理的 一个的使者 宣扬真理 有三个的重点 我们就用这三个的重点 来总结我们今天的心事 第一个 我提供经论 作为真理宣扬者的教会 作为真理宣扬者的 每一个个别的信徒 不管你信了主多久 二十年三十年 或者是刚刚几天前 才洗礼 我们都是主要我们 成为一个真理的宣扬者 第一点 就是提供救恩 提供救恩 让我们宣扬真理的时候 提供救恩的第一步 往往就是 先让我们自己活出救恩 难怪在圣经里面多出啊 我就讲保罗就好了 他说 你们的行事为人 要以所得到 所蒙受的恩 要相称 不要一方面领受了神 这个长颇高深的恩典 一方面 又继续过犯罪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说 我们要活出救恩的时候 应该怎样呢 各位一个病人我想 Doctor Quan 当然我们做医生 我们很有同感 最没有希望的病人是 是怎样的病人 最没有希望的病人呢 是他不知道自己有病的人 他不承认自己有病的人 他不知道自己有病 他不承认自己有病 多厉害的医生啊 我们没办法 各位在我们身边里面 可能也有很多人 他觉得我不需要信耶稣啊 我觉得我没有需要信耶稣啊 为什么呢 很大原因可能是我们自己啊 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原理行为 让他觉得我何必要信耶稣 你跟我都一样啊 正如当年有一些跌倒的幸福 也是在庙里面 敬拜偶像 也是在庙里面 吃 击拜偶像的时候 也是在庙里面 跟庙里面的鸡鸟发生关系 哎呀 在江湖妈 神父里的时候 今天我们 是不是有事在这样 我们的思想模式 我们的价值观 无论是对婚姻 无论是对金钱 还有其他的 各种各样的价值观 是不是跟其他人是很一样的 别人 为了做成一个的生意 给 狗比乐也好 我们是不是也一样 你说不做 就打不到这个project 哎 当时呢 基督徒也没对这样的一个账点 哎呀 别人 买万字 我也时常去寻找灵感 我那边装车 不是去关系人 看什么车牌 别人一直在宣扬这些事情的东西 我们也偷偷打开我们的手机来看 别人说 别人说 红场作戏而已 我还是很爱我太太的 我只是红场作戏而已 你也红场作戏 如果我们的生活都是一样 啊 这个人啊 把别人得罪他 他就一定会包袱的 我们也是 就是从初一做到十五 如果我们的行为 源于我们的生活方式 我们各样的价值观 我们的理念 都跟别人一样的话 他会问你 我为什么要是耶稣呢 你都跟我一样吧 各位 所为真理宣扬者的第一步 就是 提供救恩 可求救恩 这个就是光 和盐的那个的 那个的本质在那边 第二 提供一个悔改的机会 我们将会化者我们基督徒 我们不是站在一个道路 道德的高点啊 去批判了 哎 不对 哎 犯罪 哦 你是一个罪人 我们不是这样 你看 连这个 这么邪恶 带给教会一个 差不多致命的 一个破坏的 这个耶稣 耶稣还给他 回改的机会呢 是他自己 因个性不回改 他的吗 耶稣说 我曾经给他 回改的机会了 所以各位 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活出一个 比别人高的 一个道德水准 比别人高的 不是假倾刀 也不是假装的 是真正 耶稣符合的生命 这个圣灵带领我的 过这种的 讨神喜悦 爱人的 这种的生活方式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提供 邀请人 进入这个救恩里面 告诉他 其实你的生命 可以有一个转迹的 其实你的生命 可以一个更好的 一个的突破的 提供一个 悔改的机会 单单指出罪恶 不能改变什么 指出罪恶 然后提供一个 告诉他们 在耶稣基督里面 有一个出路 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的真 在旧约里面 即使那些以色列人 多么的败坏 上帝多么的生气 上帝拆开限制 当然以利亚 以利沙 还有那些 比如说以赛亚 耶利米等等这些限制 是啊 发出很强烈的责备 但是一定的 一定 故意他们悔改 只是这个悔改的选择 在我们每个人的手中里面 我想同样的原则 也适用于 我们的教会的 我们基督 弟兄姐妹的生活 永远给对方 一个 悔改的机会 不要他一次犯错 不要他一次 不小心讲错话得罪你 就从此把他钉在十字架 耶稣还可以从十字架被取下来 你永远把他钉在十字架 不给他下来 不要 耶稣带我们是这么的一个宽阔 永远给我们机会 我们也要给我们弟兄姐妹 为他保留一个人机会 最后第三 作为一个真理宣扬者 第三步就是提供生活的方向 所以主在第25节里面 主在25节里面 对那些在这种错误的教导里面 其实有很多人跟从来 因为这个 这个容易 你要坚守原则 难 也难怪耶稣早已经说过 过的路 highway 直路 容易走 很多人走 窄的路 小小的 走的人很少 很大的门 每个人容易过 小小的门 很难啊 但是耶稣说 那个大的 破的 引到命 这个小的 宅的 所以各位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所以主对那些 劫生之爱 这么大的 在外面 考生活又遇到这样的试探 又遇到这样的难关 在教会里面 又有这样的假教导 这种真正持守的 的信徒 真的是觉得很难受啊 但是主对他们说什么呢 里面已经有了 总要持守 只等到 主说你不必再 做其他的东西 耶稣没有把 再多的重担 放在这些 劫生之爱的 信徒身上 耶稣说你已经有了 你就持守 就好了 然后一直持守 只等到我来 他是要 这些的信徒 提供一个 在江湖里面 生活的 一个的方向 原来在江湖里面 不一定 甚不由己 其实在江湖里面 一切由得我来做主 因为我的主 是江湖的主宰 所以为什么 对了对了教会 这么容易被假先知疑惑呢 除了自己不警醒 除了体贴肉体之外呢 也许呢 这个教会 作为真理宣扬者的角色 已经很模糊了 所以主说 你需要提供一个 生活的方向 教会是一番 我们的罪人 我们一起来随机 摸一个得胜的 一个生活的 一个的地方 因此呢 教会必须 为信仆们 为非信仆们 提供一个和服 我们进入教 伦理信仰的 一个生活方向 你看主说 你今有的 总要持守 只等到我来 对当时 推啊推拉 尘里面这些的信徒来说 是特别有感受的 什么意思呢 刚才讲的 推啊推拉尘的 唯一的功能 或者他角色 就是成为 别家末尘的一个 防守才 他们要经历 敌军来了 他们要经历抵挡了 这个就是 你持守的意思 耶稣说 你不必做什么 你们只要持守 你起出了这个信心 你只要持守你的好行为 你只要持守你的忍耐 不需要做其他东西 持守 只等到我来 正如那些 当时的 推啊推拉尘 只等到 自己 那个军队 同别家末的军队 来支援 的一个的情况 而且自己的持守 在原来的意思是什么 在原来的意思是 用尽身体里面 每一分的力量去坚持 是一个不容许讨价还价 他也可不可以持守八十八千了 哎呀我今天有点舒服 持守五十八千了 这里的持守说 每时每刻 是一百八千的专注 一百八千的力量 一百八千的坚持 在那边 只等到耶稣基督 再来 最后 主说 如果你能够持守 正如 哪个推啊推阿尘 哇那些军队 抵挡抵挡抵挡 哇差不多 真的是坚持不下去了 还是咬紧牙根 咬紧牙根 抵挡抵挡 坚持 哎终于看到自己 这方的 军队 来支援 耶稣说如果得胜啊 我赐给他这两样东西 第一个我要赐给他全病 治福烈火 你觉得很 很雕癸或者 哎呀 什么意思呢 我已经这么暖落了 我我处在一个 为别人而活的城市 我的教会是一个小教会 在教会里面也有 已经有一半部分人跌倒了 我是少数的人 我这么暖落 主说你要给我全病 治福烈火啊 看看一般以来 将会能行 当这个真理宣扬出去的时候 破除了多少的迷信 当这个真理 老老实实的宣扬出去的时候 破除了多少 撒谈魔鬼的堡垒 当这个真理宣扬出去的时候 许多被挟制的人 打释放 许多生病的人 无论是灵性 或者是肉体的 得到医治 哎这个是不是主用另外一个 很奇妙的方式 让主的活度建立在地上 主的统治 就像这样 我要赐给这些坚持的人 全病 他们看起来是软弱 其实 当然是干净 然后主说 我要识别他们的诚心 The morning star 后来在启示录后面那边呢 这个的诚心是指到什么 耶稣自己 主说你坚持的话 最后得到了 耶稣的救命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就用这段的经文 我们彼此来提醒 我们彼此来勉励 是我也在江湖里面 我也明白江湖里面那种的挣扎 但是 我们的耶稣比江湖大 我们的耶稣但是比江湖大 我们的耶稣比撒旦魔鬼大得多 我们的耶稣 在过去的 受难节复活节里面 为我们所成就的 是突天盖地 是充满全宇宙每一个角落 的一个的救命 在彰显他的能力和能量 那我们彼此在这个爱的团庆教会里面 我们彼此的鼓励吧 我们彼此的为对方加油 真的 我或者我承认了 我们做一生可能可能 比较单纯一点的 我明白做生意 我明白在做生意里面 特别是那几个行业 特别多的事态里面 你不做 老板找别人做 有啊 我自己的弟兄都是这样的 但是 上帝的话 也我们在一条处 我们一起来 好 好 问请 帮你 来 我们站一起来 一起来做个结束的祷告 哈利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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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上帝 我们心里马上 谢谢你吃给我们 这样的一个教导 也是一个信息 非常重要的 我们不能够妥协 我们是你的孩子 上帝 刚抢我们 给我们力量 这个事会充满 这个事充满引诱的时候 给我们从上头来的力量 能够抵挡一切魔鬼的诱惑 上帝 如果我们 又是基督徒 又有偶像 又败偶像 我们上次犯了属灵的建议 那是多令到你痛心的 那是多令到你是色伤的 因为我们是你的自爱 你知道我们 是奇妙可为 我们是你手上掌上的民族 你是多么爱我们